乍翻了!王中军大问豪宅算啥,小崔抽屉惊爆光! 今天一大早崔永元开始放大招!三天限期也到,没看到有人自首! 这一抽屉的黑料终于要大白天下了,彻底掀翻娱乐圈的节奏啊! 熬夜看世界杯的网友们先都炸出来了! 中国娱乐圈大戏不断!崔永元好友,女演员袁立更是爆料称,王中军是骗子! 10年前,王中军老板,卖我一幅画30万,一元人民币约合0.158美元,一个雕塑15万,都是拍卖行回来的! 十几年前,这价和现在不能比。一两年前,我拿回拍卖行,重新拍卖。 行李说,经鉴定这个艺术家没做过这件艺术品。15万,就拿来挂帽子吧。所以,都是骗子。 演骗子,还找谁呢?现成的俩。 崔永元首次娱乐圈的动静有多大?连人民日报都发生了,这可是重大动向。 阴阳合同展开的娱乐圈大戏,却让吃瓜群皱白看不厌。昨天早上,小崔又发布一条微博。 王中军568万家元在温哥华买了大号室。现在应该卖掉来就是。 不仅如此,还富上了华裔兄弟股价再创五年新低的新闻截图。 崔老师这套操作,把这场大战推到了高潮。 这一次崔永元曝光了王中军价值568加元的温哥华豪宅,还劝他卖掉旧股市。 根据BC省地产估价局的信息。 豪宅坐落于南宿里市百石镇30TH接13636号,屋内总面积超过7200平方英尺,共三层,有16个房间,其中6间主卧,2间客卧,8间月室。 据BC Assessment估计,这栋豪宅如今已经升值30%以上。 2017年的市值已达到1013.1万元。 受到崔永元街影视内圈内幕阴阳合同事件的影响,A股市场,华裔兄弟,唐德影视跌停。 华裔兄弟股价创出了2013年7月以来新低,唐德影视则创出2015年3月新股涨平板以来最低。 这下可下坏了资本市场,华裔兄弟大跌,华裔兄弟大股东王中军在短短一上午的时间里,身家蒸发了4.16亿元。 其帝王中军的身家蒸发了1.2亿元。 兄弟两人身家蒸发5.36亿。 据传,王中军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加拿大拥有永久居民权,在温哥华、Delta、温西等地都有房产。 而崔永元6月15日的微博出来让我们一堵了王中军,温哥华的一处豪宅还颇具讽刺意味。 其实早有人爆料冯小刚和徐帆为养女出国读书,在加拿大购买住房。 据一位在加拿大座椅民间的知情人透露,冯小刚全家搬到加拿大,并说出了详细居住地址。 还曝光了内部实景。 眼看着这场大戏愈演愈烈,冯小刚、范冰冰、刘振云在这场大战中已经沦为了小虾米,崔永元这是把炮口对准了华裔兄弟。 起先崔永元只是在采访视频中称呼华裔一口一个破公司,发微博各种挑明的暗示华裔兄弟王中军、王中雷两人涉及的前规则操作。 除此之外崔永元还在微博中爆料出了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的豪宅。 对于崔永元的多次微博爆料,冯小刚至今未做出正面回应。 而华裔兄弟也避重就轻,警队偷税漏税,质押股权等行为做了含糊不清的解释,而且不敢正面应对崔永元的爆料,只是找了几个自媒体开刀。 做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继续看戏,要知道崔永元手撕手机2的来龙去脉看这里。 5月28日,崔永元在微博上发不了几张合同的照片,并且配文:"你不用表演,你是真烂。 。 有网友发现合同中有范冰冰的名字,疑似是在针对范冰冰。 5月29日两人炮火升级,崔永元再次发微博称,1000万片酬只是一部分,范冰冰实际上签了一大一小两份合同,不怕曝光的小合同价值千万。 。 而另一份隐藏的大合同价值5000万,也就是说,范冰冰演一部戏拿了6000万片酬,而这哥们儿只在片长演了4天。 5月29日下午,范冰冰工作室做出回应怒斥诽谤,并发布声明称4天6000万是未经证实的谣言。 6月2日,崔永元发微博称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儿,一张配图以放大字体显示我国刑法关于偷漏税问题的量刑规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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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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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月3日,国家机构发声,国家税务总局则呈调查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。 因范冰冰工作室注册的在江苏省无锡市,国家税务总局已则呈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,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,将严格依法处理。 无锡市宾湖区地市局随后宣布介入调查取证。 就在同一天,崔永元再发两条微博,第一条表示自己遭到死亡威胁。 6月13日,华裔兄弟继续在微博发布公告,表示正式启动对法律程序,依法追究造谣传谣者的法律责任,维护上市股东合法权益。 崔永元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贴称,干了那么多坏事还不自知,谁也帮不了你。 他同时在这条微博下配了两张图片。 外界注意到,图片中,除王中军和冯小刚这两位被催裂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华裔核心人物外,还有知名演员张国立,令人意外的是还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的图片。 据公开的资讯,马云是华裔兄弟的一个比较大的股东,他拥有华裔兄弟807%的股份。 网友分析这可能是马云这色野,唐枪,的主要原因。 至于张国立,他是首级的主演,据称还将在继续出演首期二,并占有很重的戏份,同时张国立也是华裔兄弟的股东,他还曾经与华裔兄弟还签订了巨额的对赌合同。 网友分析,崔永元现在把张国立也抛出来,亮相,有可能是他掌握了什么关于张国立牵扯进华裔兄弟,偷税漏税的证据而打算扩大打击范围,也有可能与前不久网传的张国立与冯小刚等人层,密会,崔永元有关。 今年6月初,网络上曾传出一张张国立,刘振云,冯小刚等人深夜出行的照片。 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张照片时发帖称,这几人,夜黑风高,行色匆忙。 该网友又评价说,照片中张国立的一身形透,像极了民国时期的江湖大佬。 6月13日21点,崔永元曾在微博借他的爱猫,安娜向华裔兄弟的掌舵人王忠军,王忠雷两兄弟喊话,我家蝉使官今天又买华裔了,还不去自首。 再给你三天时间。 如今三天已过,大招已出,政府各个部门将如何接招,王氏兄弟又将如何应对,外界都在拭目以待。 。